印度是一个比较传统的国家,他们和中国一样,有着悠久的文化历史。 在继承传统文化这方面来说,印度做的就要比中国好很多,直到现在他们也依旧喜欢穿着印度特有的服装。 不得不说,印度的文化,确实是十分的璀璨多彩。 在继承传统文化上,我们确实是需要和印度学习的。 不能忘本,印度的女子也是十分的漂亮,在亚洲各国女子中,印度女子的美貌可以算得上是个前列,因为她们的五官都十分分明,又棱角。 但奇怪的是,印度女子很少会外嫁给别国,这其中的原因其实还是比较复杂的,因为印度她所信仰的是印度教,印度教中她们的等级是十分鲜明的。 每个等级的婚姻制度,也是各有不同的。 但相同的是,她们都不太允许印度的女子嫁于她国,所以我们会看到中国人娶越南老婆,俄罗斯老婆,却很少有人会看到中国人娶了一个印度老婆。 这些都是由于她们的国情所致的。 另外在印度,有一个文化,可能很多人都不一定要知道,那就是不管你是在旅游中,还是在任何场地。 看到带着鼻环的印度女子,千万不要上去与其接触或者是搭话,否则这样你可能下场会很悲惨,也可能会害了这个印度女子。 因为在印度带了鼻环的女子,一般都是已婚女士,而在印度,男子的占有欲是十分强大,其实给女子打鼻环,也是她们的一种占有欲的体现。 所以这并不是印度女子为了美观,一个大道环打在鼻子上,确实是也没啥美观可言。 这也是印度自古以来就有的文化习俗,但是这种习俗,却是充满着陋习的。 就像某国农民常常会给牛的鼻子上戴上鼻环,这样做的原因是比较好牵引,让她更好的耕种。 但是,印度男子给自己的妻子戴上鼻环的意思,就是这个女子是我的,不得任何人来侵占,但是却没有将自己的妻子,当作与自己平等的人,还是将她归为自己的所有物。 这种思想其实是相当的落后的,曾经就有中国游客在街上看到打鼻环的女子,并且上来与她讲话,背着这个女子的丈夫看到后, 将来就是一顿痛打,这是她们的文化落后和思想落后,同时这个女子,也会遭受到自己丈夫的冷眼。 这种文化习俗确实是对女子很不公平的,但是在印度贫富差距很大的,像这种鼻子上,戴着鼻环的女子一般,都是平云枯的女子。 而真将的印度富家女是绝对不可能戴鼻环的,而她们的地位和富家女相比也是截然不同的。 不过以后看到打鼻环的印度女子,还是不要上去,与其单独讲话的好哦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